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成功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每个人都渴望成功。 有人认为成功等于金钱,有人认为成功等于权利,也有人认为成功等于至高无上的荣誉。 那么,到底成功是什么? 事实上,关于成功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每个人衡量成功的标准也各不相同。 我们无需纠结成功的定义,只需要追求自我内心对成功真实体验即可。 当我们的内心感觉到愉悦和幸福,或许就是真正的成功了。 金钱和荣誉也会自然而然随之而来,因为它们都是成功的副产品。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成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多数人不能真正的成功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99%的人无法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1.无法做一个无情的人 个人情感和情绪是人在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成功的人大多都是一个看上去非常无情的人, 因为他目标明确,毫不动摇,一往直前,不会因为牵绊影响自己对目标的达成。 多一份牵挂就多一份软弱。 成功的人在三方面表现得薄情甚至是绝情。 第一方面,在感情方面很绝情,他们只看得到自己的利益,绝不会因为感情而去放弃利益。 第二方面,在工作中很绝情,只要是对自己有害的,会毫不犹豫,斩草除根。 第三方面,在人际交往中很绝情,只和同层次的人交往, 不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没有用的人和事上面。 成功的人注重的是一种大爱,大爱是一种成全之爱。 为了成全一个人,他们的行为往往是无情的,而普通人的情被传统伦理深深地束缚。 这种情可以给一个人带来体验,但是并不能成全一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看似有情却无情,看似无情却有情。 二,无法接受不稳定的收入。 创业者的收入是极其不稳定的,而在工厂上班或者是单位里面工作, 每个月都可以拿到固定的工资,汗烙饱收听起来是好事, 但却让你失去了独立生存和创造金钱的能力。 你永远也无法取得大的成功。 想要发财就需要去冒险,不能具于稳定, 因为稳定并不能让你赚大钱。 赚大钱是要去冒险干出来的,所谓富贵险中求。 当你工作稳定,工资稳定的时候,你是不可能赚大钱的。 因为打工就是混口饭吃,养家糊口,稳定地穷着, 而不能让你发家致富,最多也就是达到小康水平。 而且你还要奋斗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才能达到。 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部分的人都追求一个稳定的工作, 认为稳定的工作才是好工作。 然而稳定也就意味着无法获得想要的成功。 三,大部分的人不想做另类。 大部分的人都想做父母和周围人眼里的正常人, 不想成为一个另类。 大多数的父母都是让自己的子女找个稳定的工作, 好好上班,早点结婚生子,安稳地度过这一生。 而作为一个另类,特立独行, 走人比较少的那条路就会面临很大的压力。 因此,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随大流, 走那条看上去相对舒适安全的路。 虽然随大流会更容易, 但是时间长了, 大多数人的价值就会越来越普通。 你能做的事情别人也能做, 那你的可替代性就很强。 而特立独行会面临很多挑战, 但是经过不断的积累, 当你迈过一道又一道坎之后, 就会豁然开朗,意气风发。 而且你的可替代性很小, 价值很高, 所以长期来看随大流属于低风险低回报的选择。 当我们确定自己不具备某些潜力时, 可以这么选择。 特立独行属于高风险高回报的选择。 如果你能控制风险或者承担最坏的情况, 为什么不去试一下,万一实现了呢? 四,花太多的时间在感情上。 大部分的人都是天天跟朋友吃吃喝喝, 隔三差五就出去玩, 要不然就是天天跟这个聊天, 跟那个聊天。 成功人士几乎很少花时间去聊天,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谈感情。 大多数成功人士每天很忙, 行程都非常满, 他们的时间都已经被安排好了。 他们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不会把时间浪费在无效社交上。 而普通人由于目标不明确, 生活稳定, 有很多的空闲时间, 大多数人都会把这些时间用在和亲人朋友, 同事, 社交, 吃喝玩乐上, 并被认为是联络感情, 保持人脉的一种方式。 五, 无法过成功者那样的生活。 在这个高速发展时代, 在这个浮躁的物欲横流的社会, 到处都充满了诱惑,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入陷阱之中, 越陷越深, 直到最后无法自拔, 彻彻底底沦陷。 在这个时候, 自律就显得格外重要。 自律的人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知道如何做, 才能做得更好。 自律的人都是自信的, 善于自我管理的, 他们相信自己能把事情做好。 生活中我们只要观察 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就知道他是不是成功。 因为成功的人都非常自律, 而普通人无法做到 像成功人士那样的自律, 也无法承受那样大的压力和责任。 六, 操心的事太多。 大部分的普通人 一天操心的事情特别的多, 既要操心家庭, 又要操心父母, 操心孩子, 另外还要兼顾工作, 然后没事还要操心别人家的事, 甚至是国家大事, 国际上的事也要操心。 光这些事情就消耗了 他们几乎大部分精力, 搞得自己每天都很忙, 同时也很焦虑。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把精力分散消耗在太多的地方, 就很难专注, 做成一件大事。 七, 无法聚焦自我。 很多年轻人一谈恋爱 就把精力全放在对方的身上, 一些家长一天到晚 都把所有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 这些都非常的多余, 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压力很大, 想要逃离, 把精力过多地放在别人身上, 纯属是浪费时间, 而且还费力不讨好。 生活中, 很多人都是这样, 浪费了一辈子的时间而不自知, 而成功的人几乎都会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 想办法让自己不断变得更好, 而不是去改变别人。 很多人每天都很忙碌, 甚至常常加班到深夜, 但一段时期过去, 工作上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其实这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抓住工作中的重点内容, 把时间浪费在了琐碎的事情上, 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如果一个人抓不住重点, 眉毛胡子一把抓, 那么他永远无法成功。 其实每个人的事情都很多, 但事情都分三六九等, 轻重缓急, 而那些成功的人就赢在更会抓重点, 做选择。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好, 不是因为做的事情太少, 而是太多。 九, 不能持之以恒。 人都是有惰性的, 普通人基本上都是没有耐力的人。 没有办法长时间地做一件事, 生活中很多人做事都是三分钟热度, 很快就放弃了。 例如减肥, 学习一门新技能, 很多时候都只停留在喊口号上, 没有付诸实际行动, 而这些事情, 想要做好看到效果, 都是需要长期行动坚持的。 生活中很多时候做一件事可能并不难, 但是每天都要去做, 就会变得很难。 其实成功真的很简单, 你只需要长时间做一件事, 就是一直做, 没有什么诀窍。 一个优秀的人之所以优秀, 是因为他已经把你感到困难和不可思议的事情, 变成了他的习惯, 而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 10. 活在小我的欲望里。 所有让你当下爽的东西, 未来一定都会让你痛。 欲望能带给你多大的快乐, 就会带给你多大的痛苦。 比如经常晚上撸串吃烧烤, 花大量时间刷短视频, 每天睡懒觉, 沉迷玩游戏等等, 这些都是浪费时间的行为, 并不会让你得到成长和提高。 你虽然享受了, 玩高兴了, 但那都只是一时短暂的感觉, 一个梦幻的泡影而已。 终究会在现实的面前一戳就破, 然后陷入新一轮的空虚无聊。 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多为以后考虑, 要有个长远的目标, 要想一想以后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然后现在该去做什么事, 不要去浪费时间, 也不要去挥霍青春, 只有跳出小我的欲望, 把时间用在能让自己增值成长的地方, 才可能走向成功。 你觉得普通人无法获得成功还有哪些原因? 欢迎留言评论告诉我们。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 这里是对筋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